YA! YA! HOO! 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NIGEL 話說我之前就不見了兩輛電動運版車 之後因為加拿大快來冬天 沒有車真的很不方便 那我就著手去運輸這輛車 最後就看中了一輛Toyota的CORONA 今天我們就會去拿車 這條影片也會跟大家說說整個買車的過程 和買車要注意的地方 我們不說那麼多,馬上去片,Let's go! 根據非正式統計,Toyota 整車是最便宜的,所以就是 為什麼我會選擇Toyota的原因 這裡就是Toyota的整車房 老闆是日本人來的,風水野 公司就會把他們的車牌 拆下來,然後就會貼連份在上面 這個就是他的出廠連份 大家可以看到車上 左上角會有這個CORONA 我們可以WALK IN進來 探索左上角的QR CORONA 這樣就可以查到車的車價 MISO,有沒有賠過保險 有沒有損壞過,等等的information 除了Toyota之外 公司還會收到很多不同品牌的車賣 還有一件事要提醒大家 現在很多車都是這些感應門鎖 多倫多是很多人偷車的 旨安也不是想像中那麼好 如果大家鎖車的時候 看到附近有一個人拿著iPad 看起來好像在玩遊戲 玩手機,就要小心 他們很大機會是截取你鎖匙的信號 去破解你的鎖 如果遇到這些情況,最好在附近 鬥一鬥,不要離開車太遠 不要看他有沒有動靜 如果沒事,那才走 就最好了 因為那些車真的很長手 所以我就不逐格逐格說他們多少錢 分分鐘我出了這條影片 車已經沒有了 如果有興趣知道它大概是什麼價格的話 可以在下面簡介 上他們的網站看 基本上來到Toyota的公司 是沒有新車的 因為新車很多時候 一來到就會被人買走了 而且全部都是預訂的 要等半年至兩年才可以等到 所以很多人都會標籤舊車 甚至舊車的車價 是會比新車更貴 因為舊車可以即有 新車就要等 而因為快到冬天 沒有車是搞不定的 所以就令到舊車的價格上漲了不少 甚至乎比新車更貴 有一件事要提醒大家 就是這裡的車都是很渴試的 有一次我在網上看中了一架車 列出了出來 不夠兩天就被人賣了 這架車都是很漂亮 真可惜 兩萬多米,19年 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車的話 不要猶豫太多 直接拍板 如果在外面看中了 可以進來這裡 找職員和你一起試車 這裡是塞車 哪裏塞車 告訴你 現在你的時速 聽電話 誰打給你 按下去就有其他東西看 又可以進入其他畫面 Google map 那些 快撞的時候 自動可以殺 是 但它沒有連接 有連接的 在這裡 在這個 我按 有Radar control 有Radar control 對 按一下這個 然後可以設定 它的控制 有很多東西 這架車 真的欠個Bine Sport 對 有猜測 你看看有猜測 我架車 2019年 47,000公里 33,000公里 超級新正 找完Agent 試完車 還給了頂金 我就給了1,000元頂金 之後Agent 就會帶我們出來 去見貸款部經理 因為我們是Lilcomer的關係 簽證只有兩年 所以 它只會借兩年的錢給我 還有 單Payment也要給多少少 就是1萬元加支 即是折合6萬港幣 其實現在加息週期 我是不是很想借錢買車的 我是寧願全Pay 但是因為這裡的車行 還有貸款部那邊 應該是有些利益的 很多時候我聽到很多的例子 就是如果你不借 其實它是不會賣車給你的 那我就衡量過自己的公款壓力 還有 也不想一次過給這麼大的貨幣 減少自己的貨幣 所以我最後都是決定借錢的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每期供多少錢 就是490元一期 每兩個星期還一次 就是大概每個月要付1000元的加支 折合6000元的港幣 駕車的原價是33000元加支 年稅 加上利息就是35000元左右 差不多要付2000元加支的利息 就是折合12000元港幣 兩年每年6000元 然後有一個費用 基本上每個人都要付 就是保險 那我是要付380元加支一個月的 就是折合2200元港幣 都是那一句 因為我們新來的 沒有任何記錄在這裡 而且牌照在這裡都是比較新 所以保險費是會比較貴的 我有些朋友來到這裡一年之後 保險已經差不多降到300元左右 再便宜一點都是會有的 這些都是要時間去累積你的記錄 你的記錄好自然保險費便宜了 到處都是一樣的 還有一個費用就是車位 車位我每個月大約要付50-100元都有成交 因為這裡的地真的很大 所以車位真的是最便宜的 甚至乎有些人住房子的話 是不需要付車位錢 因為家本身就自備 到最後就是有錢了 因為我還沒進入我們一次游 那我還沒計到我每個月要付多少有錢 這個遲些再跟大家更新 大家就可以由我剛剛講的幾個款項 跟它推算一下我每個月要付多少開支 OK 分享完畢 我們現在去拿車 現在拿車它已經幫我翻新了整輛車 塵啊 瑕疵啊 之前會有些黑色的點點花了 它就全部有過了 介紹回我的人生第一輛車 Toyota Corolla 有什麼感想呢? 有什麼感想很開心 因為終於有第一輛車 還有呢 車在加拿大真的一樣必須品 現在終於可以去到一些平常去不到的地方了 如果去哪一家科 有這輛車 很方便 耶 恭喜 耶 這輛車多少錢呢? 好像還沒說 33000元加指連稅 走了47000公里 一點都不從米 還沒吃老江湖 所以 很愛惜它 你會介紹它的名字嗎? 是 它叫Lamsi 每天坐著Lamsi 為什麼我會選擇一架這麼鮮艷的顏色 就是因為 我想一出到門口就可以看到它 看看它有沒有被人偷到 哈哈 很容易承認啊 一出到沒有它的顏色 即是說 不見了了 要保險 我就是跟這個Pieter雲買的 大家如果想買車的話 想找Agent可以聯絡我 左上角的IG Toyota就當然是日本老闆 所以這裡的員工都被訓練到很有象人的精神 還有服務真的很好 這個Pieter就是香港人 懂得說廣東話 整個交易的過程很順暢 而且它真的很好 因為今天原本它是放假的 但是它是故意回來給我們拿車 是沒有了日子教的 就是一個禮拜可能放一天兩天 它是故意這天都上班去交車給我們 所以真的很不錯 另外它又送了不少的東西給我們 它好像送了一個Toy的保養品給我們 還有送了一些汽車的用品 如果大家來到多倫多想買車的話 找我上面的IG 我都可以介紹給大家 都是你的新鮮路是沒有收錢的 零錢 我們現在去Centime買一些汽車的用品 等一會見 Let's go 今天是它來到這裡第一次開車 第二次 第二次呢 第一次上路 對,第一次上路 我也有點緊張 幸好沒有買GT-R 買GT-R 我死了啦 我昨天如果開GT-R佬我不用炒 你開GT-R死了啦 我們現在就在Centime裡面 這些就是汽車的香氛 這個魚眼鏡在Dora Ma看4元 這裡11元 差3倍 熱車墊 冬天這些就可以買 這些熱車墊不會懶惰到屁股 還有洗車用品也可以在這裡買 這裡感覺上買魚眼鏡 還有車的用品會貴過Dora Ma 不過這裡種類就多很多 Dora Ma就會便宜一點 我們買完東西了 希望大家可以透過這條影片 知道加拿大買車的情況 這條影片就到這裡 喜歡這條影片的朋友記得LIKE SHARE和Subscribe 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